大家好 欢迎收看The James Low Show之房地产风水系列 我是Phoebe 在我身边的是JoJo还有James两位老师 Hello Hello大家好 本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聊 接下来几年奥克兰房地产的走向和预示 其实现在房市的话好像 又开始还蛮多房子开始在市场上面了 但是买器的话 的确是不太像以前那样 不知道James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刚开始年初一月多的时候 突然间感觉到市场活跃了起来 是的 活跃一下 后来最近这一两个星期 又感觉又突然安静了一片 就很多同行和同事都说好安静 就我不知道没什么人来看 那这个老师对于前两个月 这个五行突然上涨了的感觉 突然间起来突然间又安静下来 是因为今年本来它就是不太稳定的一年 其实从整体上来说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假成年 假成年 其实它是一个 木刻土的年份 所以说今年从整体上来说 其实对房地产是不太有利的 但是因为它本来有成土作为地质的一种呈现 因为房地产它也是属于属土的行业 它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它毕竟从大事上面来说 它又是一个木刻土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我们可以考虑的是今年我们是进入 2014年一个离火 离火久运 对离火久运 那这个火的能量其实又会给到房地产 一个加分 一个加分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是很波动的 就是很多的变化 它可能起伏比较大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是好 后来就 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到了下半年其实我预计是会稍微好一点的 对在我们的流年预测当中也有聊到 就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它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回暖 又会随着这个降息 因为我有说到是降息的曙光是在下半年 而不是在上半年 那从目前来看也大概是这么一个趋势 没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就是政府有出台了还蛮多 就是有利于房地产房市的 对就比如说降息像老师说的 还有就是也会 降息这个可能不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决定 对 它是那个储备银行的一个决定 是的是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是现在那个房子的那个 interest rate 就是投资房的 好像也可以开始去抵税了 对投资房的这个利息的角的部分 7月1号开始生效 然后好像同时也生效这个两年 这个叫做brightline test 明显测试也在7月1号开始生效 那就是我们预计会有一批投资者会开始进来 同时也会有很多人他们也会在那个时候决定卖掉 决定卖房的人也会在那个时候决定卖 可是如果利息降低的话 为什么反而会是卖家会出来呢 它是不一样的 利息降低是会导致一些新的那个投资客 投资者进来 然后呢因为它的明显测试换成了两年 你怕不需要等五年或十年 它变成两年 那它可能两年前卖了 它现在就可以卖了 7月1号之后它就可以卖 原来如此 不需要缴这个增值税 那这是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那本地的就是自住房的买器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预测呢 自住房的买器呢 还是就是我们从买家 首先海外人是不能够买新西兰的自住房 居民住房 把这个市场限制于只有本地的 有在PR的人士才可以买这个房 而且他拿到这个身份 还需要在新西兰住买181天 还是183天 才能够签这个合同 是 要不然他们要申请这个OIO 刚刚上个月有一篇新闻报导说 前一年的净移民是12万6千人左右 是历史新高对不对 历史新高 人来了那么多 为什么不会大家都去买房了 因为大部分可能都是工签的 因为我们最近了解到 商业那种投资移民 只有1500万的这个category 只有1500万 而且英语程度还要挺高的 那怎么拿来的移民 就1500万现金投进来 所以大部分那些都是工作的 来工作的 他们现在可能的资金不是那么多 而且他们现在也买不了 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没下来 或者是他们下来之后还没住满半年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James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外来移民 然后在新西兰 然后其实大部分应该在奥克兰 就是一大的城市为主 七成都在奥克兰 七成都在奥克兰 数据显示七成都会呆在奥克兰 难怪感觉就是奥克兰的交通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拥堵 不管什么时候都基本上堵车了 对现在有时候已经感觉早高峰到10点了 还是早高峰的感觉 早上不能出门 三点就已经高峰了 没错对 这一大波来的可能是大部分以签证 刑事过来这边的移民 可能这几年是租房的状态 对租房状态 那他们他们只能租房 然后呢 等时间拿到了这个身份之后 前提是他们有这个病金的情况下 才能够买房 对 因为其实他们如果想要就是拿就是RV的话 我们说的Resident Visa的话 其实挺大的程度就是想要定居在这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定居的话 就是会想买一个房 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那感觉如果是以一两年来讲的话 会不会我们可以预估就是大概2025年 2026年会有一批 有一批人开始能够买 想要买房 但是可能那个买气还不是那么大 虽然是会比今年好很多 对吧 我们的预测是2025年 以移民的角度来说 有一批人他们开始可以买房 房地产市场会开始好起来 那到26年的时候 大批的人都能够买房 那是从移民的角度来看 那以利率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有一些官方的文件 分析这个一个预测 预测到他们这个储备银行的OCR 其实他们已经公开的明年 他们的预测是明年会降到4.5%到4.8%左右 目前来讲的话是5.5% 降1% 根据我另外一个计算的话 每降1%或涨1%的话 这个房价或者是能够负担的程度 是将近30万 所以大概就是大家又可以再多 多30万这个资金去买房 然后做什么事情 他们能够选购的房又 Range又更高 如果利率降了1% 房价就很可能有这个 30万左右的一个Buffer 所以2025年的话 大概会降1%左右 到了4.5% 明年底之前就降1% 在后年再降1% 到3%到3.1% 3.3%左右 他们1.2% 这根据他们的那个图 画出来的一个预测 对根据就是那个RBNZ公布的 就是OCR的这个 Rate的预测来看 就是他们开放出来的一个信息 哇 所以就是以 以储备银行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已经是计划好的 什么时候降到多少 或涨到多少 已经化好了 是的 那这一波移民的话 在未来的两年 两件事情 一个大量的人能买房 第二 那个利率降到可能 这10年来的另外一个新地 那以风水的角度来看的预测是怎么样 是 其实对于新西兰的这个房地产 虽然我们经过了 前几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波折 我是一直去认为说 新西兰的这个房地产 其实它还能引发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九域嘛 那它整个南龙的敢买 其实到最后它的节气 都是在新西兰的这一块 但是它的一个气的输入 其实跟James所说的 跟比如说很多的移民进入 其实它是完全去做一个挂钩的 就是移民它的这个增长的数量 其实会直接带动本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过去几年 是一直有强调的 那从这个年运上面来看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甲城 那明年就是移四了 那到了移四的话 那这个对四它本身它就是火 它是一个木生火的这样的一个年份 所以到了明年它的这个火质量 它会从第一波去带动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市场 那到后年那就更不用讲了 后年是秉武嘛 那天干的饼以及这个地支的五火 全都是属于一个火 就火非常大的一面 这样子再加上九指离火运的这个火 那必然对于新西兰的这个房地产 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处境 而且还有就是新西兰的房地产 以及它不仅仅是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它是作为新西兰的第一大 那个产业 对 而新西兰它其实它本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皮毛的一个开始 新西兰未来真正的发展 其实它还没有开始起来 很多人会跟我说 我现在新西兰不行 我要去澳洲 我要去哪里 我通常情况下 我都会建议说再等等看 因为新西兰真正的气运还没有真正的到来 对 而且比较好玩的是我 因为有很多人过来做咨询 有不少朋友都是来这房地产行业的 就是这几年特别特别的难熬 对 但是很奇怪 就是好像大家的这个运势的走向都比较相似 就大概到了2025年了 对 就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 就真的是命盘的信息就这么出来 我就说再等等看 把今年熬过去 明年慢慢的你就能缓过这口气了 哦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 只要不断气 都能够断气 不能够这么讲 对了 我们要 鼓励他们不要断气 我们要以正面的态度 对 哦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房地产的走向还是挺令人值得期待的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两年 嗯 2027年呢 2027年就是定位 嗯 丁位是不是也是火呀 对 丁火 嗯 但是丁火是属于阴火 其实丙火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火 所以要把握2026年 25 25年开始吧 到了26年 26年就是应该出手卖的时候 对 可以这么讲 这样子的话 我们从现在开始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准备的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没有什么投资的人 已经开始在做未来两年的准备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嗯 如果以大财团他们的能力啊 他们的财力啊 他们人脉啊 治安就比我们贫民老百姓的不一样嘛 虽然新西兰还比较年正的 但是还是有一定程度可以影响到政府去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呢 可能包括最近听说的Build to rent这个东西呢 虽然他没有出台 但是他已经有这个政策的构思跟那个 投出来了 其实政府是想要实行这件事情 然后呢给放个风声给你 看看市场的反应 对 看看市场有没有大的一个 一个反对的声音 好像没太多的话就会执行 然后呢 某些财团已经在某些地区呢 开始在收购 收购了 对 因为Build to rent嘛 这个环境底下 可能属于房地产的最低点的吧 嗯 差不多 最低点的话就是得买 对 最低点 现在就只是买的 现在真的是有能力买 就不是卖的时候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其实现在入手还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是最低点 不是挺好的 只能现在是最好的 对 再挂了 但是其实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买的话 如果有现金流的话 还是最好的 然后熬过这一两年卖出去 那实际上这个2024年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很多风向的一年 其实有很多的政策出来 然后去刺激房地产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在新西兰了 因为我知道前段时间香港也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政策 来一次性的去刺激了这个房市 我觉得那时候的交易量 假如说我没记错这个数字 大概好像它瞬间涨了200% 哇 就成交额有好多很多很多人就一下子 他就去买房 好像是能节省很多的税 这样子 没错 对 尤其是最近的新闻 就是其实新西兰已经正式的进入了我们 Economic Recession 就是经济衰退的 对 萧条期 所以就相信政府为了要刺激经济 未来还是会有许多 就是可能会受益于 就是各类投资 或者是房地产去刺激经济的测测出来 对 对 现在这个国家党也是鼓励商业活动的 嗯 好 所以其实接下来几年 就是20 我们说2024之后的202526 就是至少这两年的话 我们的房地产还是非常可以去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的 有很多的变化跟预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也在这一波的 正不管是政治方面 或者是移民倾向政策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两年 做好投资的计划 然后好好的看看能不能从中 就是得到一笔挺好的收获的 这条视频要收藏起来 两年后翻过来 是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对就是 未来的走向的一些想法 预测或者是消息的话 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上面留言 给大家分享一下啰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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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